花珠 小珠 沒有冥 ended 年團的部分 我們是有四個瓦當圖案 畫有嗎? 畫沒有 這個是梅花 這個呢 草 對不對,這是蘭花 這個呢 這也是草,這是竹子 啊這個呢 這是菊花,這是梅蘭竹菊 這是我們所謂的傳統 所謂的四君子 大家知道齁,那麼寫一樣寫在瓦當裡面 那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我們創作有兩種方式 其實有很多種方式,那老師要求你們 是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直接把四個字寫上去 而已,那一種老師不要 我們不要寫這一種 第二種方式是 文字把它寫上去,然後在空白的地方畫圖 那個老師也不要 好嗎 老師要的是第三種跟第四種 第三種就是你把文字 用圖案去代替 比方說我們明年是龍年對不對 好,那龍年你寫什麼吉祥話 記不記得 蛤?龍虎 龍虎 龍虎生蜂? 沒有這個 蛤? 好,不管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要的主題 龍字,把它用圖案畫出來 其他的就我們正常寫的字 這樣懂嗎 老師畫龍就是畫我們畫龍 對,就是你們老師之前要求你們練習的畫的那些龍 老師我忘記怎麼畫 待會兒拿回去看 好,那我們就把 老師要的第一種就是 我們重點的文字用圖案代替 知道嗎 然後龍馬精神 然後龍字就直接畫一隻龍在上面 其他馬精神 三個字我們就寫字上去 這個是老師要的 另外一種呢是比較高階的 就是剛剛我們 組字的方式一樣 把龍字的一部分 用圖案去把它代替掉 像這樣子 這樣懂嗎? 這兩種才是老師要的 這樣知道嗎? 好,那老師示範給你們看 老師兩種都示範 來,你寫什麼? 你的吉祥語寫什麼? 魚要龍門 魚要龍門 好,那我們就寫魚要龍門 好,魚的部分 這個 沒有啦,不要那麼不找 我們就一個地方用圖案代替就好了 重點的用圖案代替就好 其他的馬來正常馬寫字出來 你可以文字間馬寫好 那在畫圖的部分 好,要 要 後面還在跳舞 好,那這裡要拉出去 好,那這裡要拉出去 好,龍的部分 我們就以圖案來代替了 那圖案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很多種方式 那 看你就直接依照你們的圖自己去畫 你可以用鉛筆先構圖 你可以用鉛筆先構圖 你沒有把握的話可以先用鉛筆先構圖 不過像老師這樣就直接把它 畫上去 老師因為已經畫多了 畫習慣了 所以大概知道要怎麼畫 所以你們可以先用鉛筆稍微構圖上去 那再來做其他的 用奇異筆啦 再去把它描繪 好,那鼻子的部分 好,兩個大鼻孔 那這邊老師要讓它多了些 就是大鼻孔咩 那這邊 我們把它畫得好像 閃閃發光的感覺 把它拉大 那這裡我們還可以再畫一些出去 空間拉得比較豐富一點 然後它的下巴 牙齒就不要畫了 牙齒畫出來會很兇猛不好看 再拉它的下巴跟鬍鬚的部分 可以鬍鬚喔 對啊 好 那這樣我們龍的部分就完成了 我們再把它的 鼻子的毛 把它畫出來 有啊 為什麼沒有鼻毛 好,那我們龍就完成了 那最後一個字門 再把它寫上去 好 太小點了 再大點一點 好,一樣 那你看喔,老師一樣 都把整個瓦當都把它寫得滿滿的 那勾一樣慢慢的拉起來 好,這邊壓一下 壓一下,像不像在眨眼睛 不像 好,那我們文字這樣就完成了 那最後我們再把一樣時間款 再把它寫上去 寫在哪邊 寫在這邊 寫在這邊 不對 上款的話我們會寫在一二字的中間 那在瓦當跟邊界的中間 再偏裡面一點點 沒關係 好,一樣 那這空間比較大 我們就把它正常的寫出來 假成心正 好,從這裡 好,新舊的心 正呢 正確的正 那左邊一樣 寫上你的名字 名字寫在哪邊 寫在二三字 二三字的中間這裡 好,現在這裡 不是寫在這裡的 要下來一格 你點錯了 你以為要跟假成心正對齊 好,我們會偏離 稍微往下一點點 尊敬一下 那一樣 寫兩個字 寫兩個字就好了 好,老師一樣 寫老師 一樣 那寫的位置一樣 在邊界跟瓦當的中間 可以稍微偏向瓦當一點點 那這邊老師就寫個賀 好 好 好 那現在老師問了 現在老師要蓋印章 蓋在這裡好不好 不行 那怎麼辦 要這樣空 蛤 蓋在那邊會怎樣 沒有 蓋在那邊會壓到我們的龍 對不對 那我們稍微往下一點點就好了 稍微往下挪一下 把龍的位置稍微往下 不是把龍的位置 把我們印章的位置稍微往下 蓋 那還是一樣蓋在我們姓名的下方 這樣子對應下來姓名的下方 那就在這個位置 把它蓋上去 一樣 上下左右搖屁股 搖印章的屁股 好嗎 不是你們搖屁股 你們搖屁股 對蓋印章有什麼用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我們要做的第一種方式 好 第二種方式 老師要快速了 老師要快速做龍 來 你寫什麼 龍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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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直接把龍字 把它 那我們第一個字 龍 好 那我們要把局部的結構變成圖案 那我們先把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能夠書寫的 先把寫出來 好 那我們右半部分用龍去做替代 好 那我們來做了 好 好好 老師,你不覺得這種都很難畫,這種的? 老師畫的,有可能是簡單畫的嗎? 好,那我們就用龍的圖案去代替另外一個結構 好,那我們這樣龍的圖案就完成了,好,你躲在後面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待會我老師會關注你的喔 來這邊一樣,扭一下 好,這裡一樣扭一下 好,這裡,粗的變細的 好,推出去 一樣,推出去 那這邊,我會有弧度慢慢的提起來 好,大 好,往下 粗的,接得到粗的,那這裡直接上去扭一下 好,短短的扁,不要太長 那這邊再壓下去 好,提起來 那筆稍微長一點點 好,運 好,這裡一樣 橫蓋樹 然後扭回來 尖得到遠的 好,一樣橫蓋樹 好,一樣尖得到遠的 好,這裡推出去就好了 好,粗的變尖的 那我們點啊 左邊的錯字邊 點兩 點一點點,點兩點都可以 好,這裡頓一下,拉下來 好,起來 壓出去 好,提起來 慢慢提起來 那一樣,右側 來,落款,上款落在哪裡 一二字,好,一樣在這邊 那我們就寫一樣 我們不 可以寫很多 我們可以寫假承心證 也可以寫假承賀稅 對 那左側呢 一樣寫上我們的名字 寫在哪邊 寫在二三字 二三字中間 一樣 好 好,那老師這邊就寫書 後也可以 寫賀,或寫書 寫書 都可以 好,那一樣 我們就再把它蓋印章 好 那這邊可以直接蓋在哪邊 直接名字下面 但是要跟字靠在一起 還是要間隔一個字 間隔一個字 間隔一個字 對 我們就空個一個字 至少空一個字 一個字到兩個字都可以 那最好是一個字 是比較好的 比較漂亮 這樣懂沒 好,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樣 好,那我們就用龍字 就以龍去替代 就以龍去替代 好 好,那我們 龍的部分 文字就是 直接用文字去替代文字 好 那老師會結合一些不一樣的 好,明年什麼年 明年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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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透金 好 十二年我就十二歲 十二年你就十二歲了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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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老師讓他差一點 二零二零 老師現在在錄影 就你現在所講的話 全部都被老師錄起來了 二零二十 好,那老師現在用二零二四 去替代替 好,OK 那再來 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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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講話了 我們時間已經有點延遲了 好,這裡 就出去 扭一下 好,這裡 尖得到圓的 尖得到圓的 好,扭一下 這裡一樣 尖得到圓的 好,下來 蓋住 扭一下 好,慢慢拉高起來 來 第三個字呢 好 好 扭下來 推出去 那這裡一樣 扭過來 那這裡短短出去就好了齁 不要拉太長 好 這裡 轉彎 好 這裡 扭一下 那這裡 往下再拉提起來 好 我們 那這邊一樣 好 慢慢的提起來就好了 那這裡 直接推出去 好 那這裡一樣 扭一下 好 推過來 慢慢提起來 那這裡 煎得到粗的 好 這裡一樣蓋住 好 下來 這裡 推出去 就好了 好 那我們再來就要寫上下款了齁 來 這邊寫在瓦當 跟邊邊中間一二字的位置 好 我們可以寫 甲乘 清正 好 左邊寫上你的名字 去 馬上就回來了齁 一樣 寫在邊邊跟瓦當的中間 在二三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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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師就寫 老師 字再寫個賀 那我們再蓋章 什麼鄭春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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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名字不叫鄭春賀 你連國字你都看不懂 幾年級了 那蓋章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方式 一個是貼金箔 一個是用其他顏色的印尼 另外一種就是撒金粉 最爛的是用畫的 那我們是用蓋其他顏色的印尼 那蓋在我們名字下方 最後一個字 再隔一個字的距離 半個字到兩個字的空間 那這樣名字就跑出來了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是單獨圖案的 那另外一種是 我們要圖案跟文字 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你現在什麼手腳 你現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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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天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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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另外一個方式是龍 可以去上廁所 你在看示範你看過了嗎 好 廁所 來 我想上廁所 快完了 老師你不想去 你又不想去 好 那文字先把它寫出來 陽彈在裡面 那圖案我們再把它畫出來 蛤 老師畫龍跟誰的一樣 那表示你抄襲我的囉 老師已經畫好久了 老師 畫起來像蛇 誰畫得像蛇 好不管 來龍天護佑 一樣那天筆畫不多 所以要把它寫出一點 那這個短短的就好 可以短短的就好 這裡拉出去 我可以讓你看 範本不可以讓你看 保護的護 好那這裡一樣 好那這裡扭一下 下來短短的 一二三 推出去一點點 直接從這裡拉出來 一樣短短的這裡才是出去的 你糾正我的筆畫 來 一有哪個一有待會我會注意你們兩個的齁 那這裡扭一下 這個字筆畫比較少 所以稍微顯出一點點 好 這裡一樣短短的 然後這裡再扭出去 好 好 那一樣 落款時間 落款的位置 一樣一二字筆畫 不要搖 現在在錄影喔 你們講的話都被錄出了 錄起來了 老師會把它PO到去 PO到YouTuber裡面去喔 你還講不要兩個字都錄進去 好 這裡一樣 那我們在落款的部分不見得可以寫賀 或寫書 我一樣可以寫賀年 或賀春都可以 那我就寫賀年 好 一樣該名字 該姓名 該印章 那該在哪邊 在我們下款的最後一個字 往下推半個字到兩個字的距離 懂了沒 我可以蓋在這個位置 這裡再半個字 或者半個印章 或者我可以在這裡 大概兩個印章兩個字的距離都可以 那最好大概是一個印章的距離 是最漂亮的 好 那蓋的時候記得 上下扭一下 左右扭一下 屁股要不要扭一下 你要 你待會兒你就給我扭屁股 沒有扭屁股我就處罰了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這節很短的 如果我們在這裡 去那個字的距離 你也要看 有些人 有些人 流行的 所以 不見 你